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是一些知识也很难可以传承下去传给下一代 那要把文字给记录下来想当然我们就需要笔了 那笔是如此的重要乃至于在西方有一句谚语叫做 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 The pen就是笔is mightier than 比较强大比较伟大 The sword比剑还伟大 那虽然画上画的是铅笔pencil而不是钢笔pen 但没关系意思还是差不多的 所谓的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 比比剑强或是比胜于剑 这句话是一个英国作家在一百多年前发明的一个句子 而且到现在还是很常见于 好比说西方的电影或是一些电视剧当中 那不过虽然在这些剧里面的场景 往往都是他们真的拿一支笔作为实际的武器 好比说用来戳敌人的要害让人家一笔毙命 或者用笔来挡下攻击 但其实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 它的原意是说我们写的东西 我们写的文字比起用暴力可以有更大的影响 有点像是所谓的文胜于武 好比说今天我们要是不刷某一个人 我们可能揍他一拳那可是过了就过了 但要是今天我们拿一支笔去写文章 利用文字来策动一些舆论的攻击 让这个人身败名裂 这样的话不就是文胜于武 因为我们的文字比武力更有威力吗 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 就是笔胜于剑 笔杆子比枪杆子更厉害 不过笔呢 虽然笔杆还要厉害 但要是中日与他为武的话 这样的生活听起来是有点无聊的 有一句英文叫做pencil pusher pencil就是铅笔 push就是推 所以pusher就是推的人 那一个推笔的人呢 其实就是一个书记员 或是一个记账者 这边我们要先讲一下就是说 你做一个书记的或是记账的工作 这没有不好 因为处理好数字呢 也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天赋一个才能 只不过呢 有很多人认为 你如果要整天面对像这样子 堆积如山的文书作业 还要处理一大堆那种复杂声音的数字 这份工作是比较困难 比较不讨喜 而且有一点酷糟乏味的 所以pencil pusher就是说 你拿笔在纸上这样推推推 就是在记账的意思 所以要是我们有一个人 自称是一个pencil pusher 就表示他做的是一份 比较无趣一点的工作 O me I'm just a pencil pusher O me 你说我吗 是我吗 I'm just a 我只是一个pencil pusher推铅笔的人 所以这看起来 像是一个可能是结交新朋友 或者是老朋友重聚的场合 那他们几个人呢就聚在一起 就问彼此的近况 那其余的那两个人呢 可能就是十八般武艺样样机通 有的人是开飞机 有的人可能你知道 交潜水 交唱歌 警察 法官 司机或明星 每个人都很帅 那一圈之后呢 轮到这个人讲了 他就有点 有点比较不好意思说 啊 我也没什么啦 我就是一个很平凡不过的上班族罢了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 记账 报账 送公文 发公文 所以他才有点不好意思说 O me I'm just a pencil pusher 我只是一个记账者 不过呢 这也有可能只是他的一个自签之词 搞不好他其实是 你知道在一个跨国企业身居要职 他的任何决策呢 都可以影响到数千 甚至好几万人的生计 但是呢 他今天不想要出风头 所以他就很低调地说 O me I'm just a pencil pusher 那现代人呢 我们记录文字 多半是用到笔 或者可能是手机或电脑 那不过在古代 好比说中国古代呢 没有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都是用毛笔来写字的 那毛笔翻成英文就是brush 基本上就是刷子的意思 因为毛笔它基本上就是一根小刷子嘛 那说到brush呢 因为有一个片语也用到了brush这个字 但是它跟笔一点关系都没有 brush off off是脱离的意思 而brush在这边是指用刷子把它给刷掉 那brush off呢 这个字 这个片语它有两种意思 一种就是说我们身上真的沾到了 好比说脏东西 好比说可能是灰尘 泥土或毛法 我们就把它给这样 就把它一个刷子拿来把它刷掉 第二个意思呢 是把人像脏东西一样打发掉 因为想想看 我们今天要是衣服上沾到了什么棉絮啦 或家里有养动物的话呢 沾到狗毛或猫毛 我们可能就会不耐烦地就是你知道 也很就是很不注重什么细节的 这样子拍拍拍 很不耐烦地把它给拍掉 意思就是说 我们如果用brush off 我们对某个人把它给brush off掉的话呢 就表示我们对他很没有礼貌 把它给拍掉 把它像垃圾一样把它给刷掉 所以相较于我们婉拒某人 相较于说 比较不好意思 可能不能怎么样 我们如果把某人给brush off 就是说我们很不耐烦地说 走开走开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这就是brush off He's been brushing his friends off since he started going out with Donna He's been brushing his friends off 他最近一直打发掉他的朋友 那为什么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since he started going out with Donna 自从他开始跟Donna 交往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开始 所以这两个人 他们可能有几个朋友 他们会固定出来 好比说约吃饭啦 夜唱啦 或者上夜店 那只不过呢 在那个男的 他交了女朋友Donna之后呢 他就一整个有意性没人性 朋友要救都救不到 不是电话不接 就是草草说什么 啊我没空啦 我要跟我女朋友出去什么的 那朋友呢 多少就有点不爽说 我找你这种态度 你们冷淡我 冷淡还很敷衍我 他就是把他给brush off掉了 He's been brushing his friends off since he started going out with Donna 那说到今天的主题 笔这个字呢 我们如果是用钢笔写字的话 不可或缺的当然就是墨水了 那我们可能都知道 墨水的英文就是ink 不过呢 Red Ink这个字 它除了可以用来形容 红色的墨水 就是像是以前老师改考卷啦 或是批错那种墨水 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Red Ink除了有红墨水的意思 它也可以拿来形容 赤字或是负债 因为在记账的标准作业流程中 我们如果有收入 有盈余的话呢 或是一些证数的话 我们都是用黑墨水来记下来的 但相反的 如果今天我们是有支出 或者有短缺 或者有负债的话呢 那这些款项 都是用红墨水来记下来的 也因此Red Ink 红墨水就有了负债这一层意思 The company will not run much longer Because it's got too much red ink The company这间公司 will not run much longer 将不会运作太久 也没剩多少时间了 Because因为 It's got 它有too much red ink 太多的红墨水了 所以看起来 这间公司的财务报表 可能刚出来了 结果几乎是一片满江红 惨不忍睹 不仅没赚到什么钱 还负债累累 那你要负债 就几乎就没有办法经营生意 没有办法经营下去了嘛 所以才有人说 It's got too much red ink 这间公司恐怕不会运作太久 它快要撑不下去了 最后 我们来这里一次 今天介绍过的四个 跟笔有关的片语 Red Ink 意思就是负债 或是超额的支出 Brush off 刷掉 或是把人像垃圾一样给刷掉 也就是敷衍某人 或是随便打发掉某人 Pencil pusher 推铅笔的人 意思就是一个 从事比较 枯燥乏味的工作的人 好比说是一个记账的人啦 或是一个书记员 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 笔笔健强 意思就是笔杆子 笔杆子硬 文胜于武 笔比健还要厉害的意思 最后 感谢您今天和我们 一直认识的 12344个 跟笔有关的片语 我是Gino 自在生活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